好 各位同學 我們要開始上課了 我們一樣是一支筆的美療課 這次我要教你畫汽車 汽車啊 其實你只要先畫輪胎 就全部都搞得定了 好 廢話不動說 我們直接來囉 好 我們先想到汽車啊 我從這邊開始畫 你只要畫好輪胎 你就全部都成功了 這是兩顆輪子嘛 對不對 兩顆輪子 中間加個輪胎蓋 中間畫一條線 好 這樣 就成功了 再把頭接起來 再畫一個頭 屁股 再畫一個 再畫一個屁股 好 裝上車燈 發亮 好 這樣你的汽車就完成了 有沒有很簡單 你覺得 欸 老師 可是 可是 我覺得我想要畫汽車不是長這樣 我想要畫跑車呢 其實跑車啊 它的結構其實也差不多 就稍微扁一點而已 然後一樣 剛剛講過 扁一點啊 然後啊 把這邊弄複雜一點 接下來往前接 跑車要扁扁的 往後 好 裝上帥帥的尾巴 裝上玻璃 好了 這樣就是比較會跑的車子了 好 那再來 你覺得 老師啊 那其他車怎麼畫呢 那其他車怎麼畫呢 好 比方說我們要畫箱型車 裝上兩顆輪胎 好 接起來呢 好 我們這次都畫左邊 其實右邊比較好畫 等一下回去畫你就知道 這個啊 箱型車 裝上它的 車頭 好 讓你覺得 嗯 箱型車不知道要幹嘛 多裝幾個窗戶就好了 這樣就變箱型車 好 同理可證呢 如果你要畫公車 一樣 先畫個輪胎 再畫一個輪胎 好 一般的公車啊 底盤其實是有點低的 所以大概到這邊拉一條線 好 我畫這個就是保險桿 然後啊 公車很重要的東西 叫做公車的門 車門 裝上去 窗戶一號 窗戶二號 窗戶三號 窗戶一號 好 這邊會有個寫的 這樣會比較像 好了 公車 裝上 車燈 好 這裡也裝上 車燈 它也發個亮 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還會有什麼車呢 還有很多車啦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呢 這個 吊車 吊車輪胎比較多 好 那這給它裝兩顆 再一顆 拉一條線 好 一樣 這是保險桿 好 這是吊車的車窗 車窗二號 好 吊車 好 吊車 後面會有一個操作席 然後再來是它的操作感 好 這裡 裝一下 好 再裝上一個 鉤子 鉤子 好了 這樣就是 吊車了 好 你覺得還有什麼車不會畫呢 好 應該都可以畫了啦 反正我們只要裝上兩顆輪胎 兩個輪胎 好 然後啊 再把它接起來 因為其實這台我也不知道畫什麼東西了 把它再多加一個輪胎好了 我要畫消防車 這邊 裝上這個 然後啊 再來 裝上一個窗戶 然後老師 你在畫什麼東西 消防車啊 你只要把它的管線裝上去 它就會像 它這邊不是有水管嗎 好 把水管接上去 然後啊 再裝上一些設備 然後啊 再多裝一些 零件 好 塗紅它就會變消防車 然後再來你覺得 還是不夠像 好 再裝一個 雲梯給它 好 這樣就是消防車了 裝個車燈啊 咚咚咚 好 到這邊 有沒有問題 好 其實汽車它就這麼簡單 好 如果你